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下 出学者为什么 打不出回头边的暴流密感和速度 还经常为打手打头 下面我们来分三个问题来讲解 第一个是你的恐惧心理 会让你动作扭曲身体变形 第二个 产生恐惧心理的原因是因为角度不够 高度不够 第三个是你的熟练程度 还不够 角度 很多人很自然的 打第一边的时候打得很对 但第二边就变形了 没有打到180度 在这就行了 第二个是高度不够 第三个是身体变形 身体变形也是因为恐惧心理所产生的 这是最常见的几种错误的打法 那么如何来克服呢 我们三个问题合避成一个 第一要打到四平线的位置 在你正前方 力打边摔 第二找身到位 往前压 第三 你的注意力 注意力在你的重心上 打完第一边之后 你的注意力在你的重心转移上 不要在鞭子上 再做一个慢动作 再加速 左侧 要注意重心转移 往前压 要一个前行的动作 左手和右手 轮着打 每天不低于100边 每次至少要打20边 回头边的知识点 你学会了吗 今天我们的快速就到这里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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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